您不会是喜欢上苏静静了吧 那她喜欢的人不就是韩作家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一朋友最近喜欢上一女孩 你说 怎么样才能牢牢抓住她的心呢 您哪个朋友我不认识啊 您说的是您自己吧 顾总 您这是千年铁术要开的 我让你剁嘴了吗 没有 我总得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才好给您拿主意不是 就是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 谢特助理 我是不是该打个电话给财务了 最近是不是工资给你发多了 不用了 我已经看过了 一分未多 走 这个女孩儿吧 和其他女孩儿不一样 她有喜欢的人 那您这是第三者差 什么第三者差错 对方不喜欢她 等等 顾总 您最近每天都在苏家武馆 能接触到的女孩儿也只有苏 您不会是喜欢上苏静静了吧 那她喜欢的人不就是韩作家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苏小姐挺可爱的 是吧 挺可爱 我也这么觉得 你说 有没有可能是 她其实喜欢的是我 但她自己却以为自己喜欢的是韩然 这天底下 有几个女人会放着我不选选韩然 你想啊 你看我 性格好 家事好 对她还好 她还想怎么样 顾总 我觉得苏小姐之所以没有注意到您 是因为她还没有充分地了解您 你想啊 她和韩作家认识多少年了 和您才认识多久 韩作家 有的只是时间优势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和苏小姐每天朝夕相处的可是您哪 所以我觉得 您还是得 投其所好 而且 还要引导着她 让她去看到您的好 这样才能让她放弃韩作家 选择您 渴 渴吧 喝吧 来 来 喝吧 投其所好 看到我的好 我明天带你去看漫展吧 明天陪我去看漫展 想都不要想 万一打碎个手办 再赔个三十万 那我不是一辈子给你当保镖了 这个女人好难搞 不过她要是知道 打碎的雕塑是我错的 会是什么反应 好 再来 带我来这里干嘛 追拳 走 拳脚功夫不是你的兴趣爱好吗 好 甩甩甩 我的爱好 来 调整好啊 来 上 上步 你是怕我的功夫 对付不了你爷爷派的那群人吧 既然你要做我的保镖 不也得提升一下业务能力吗 你不喜欢这儿 我爸说这些都是外国人的花拳袖腿 我也是第一次来 你不会从小只练什么 弘硬枪和关公刀吧 这些对付追你的那群人就足够了 来 再准备一下啊 来 四个 来 不过呢 我这个人好学也上劲 不介意多学一些东西 摆拳 你喜欢就好 来 摆圈摆圈 好 再十点劲 好 非常好啊 你打得过她吗 使劲 很好 这手 来 使劲 来 二位 刚才教二位的是格斗中 前手跟后手的直拳 现在教二位脚下移动 勾拳 还有摆拳 可以吗 来 试一下啊 肘部向内扣 肩膀下沉 拳向下拉 然后顶胯 出拳 可以吗 来 我们做个对打 对打示范啊 运用上刚才的直拳 在格斗实战中 直拳 勾拳 摆拳 可以吗 来 二位试一下 我去的就不用了吧 你准备好了吗 你怎么不躲啊 你也没给我时间躲啊 我 这姑娘可以 你别流血啊 我会晕过去的 没流血 来吧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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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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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你没事吧 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啊 哎 顾总 这事儿你也不能赖我呀 啊 我赖你赖谁啊 啊 这搜主意是不是你出的啊 啊 我 我只是让您头其所好 我没有让您带他去搏击馆啊 不是您这是约会还是约战呢 我怎么不早说啊 那我 我说的还不够早啊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